日本冲绳线纳坝机场今天因为浓雾和低语能见度不足 造船航班无法降落 其中包含从桃园机场飞往冲绳的民众 行程因此受到领响 统计有6个航班延误或是离场之后又返航 而纳坝机场14、15号 才因为当地暴雨跟打雷 导致破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 16号再度因为浓雾 使得班机无法降落 机场大厅萤幕一整排红通通 好几架班机延误 其中日本冲绳线纳坝机场 16号上午因为出现浓雾和低语 能见度不足造成飞机无法降落 至少11架航班被迫改造其他机场 另外有6架航班则是取消 又从桃园机场飞往冲绳的民众 行程因此受到影响 有稍微刷了一下我的天气预报 就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因为我朋友已经在冲绳了 他们说昨天的天气就已经出太阳了 光是桃园飞往冲绳的班机 统计到16号下午2点就有6架航班受到影响 而事实上纳巴机场14号15号 才因为当地暴雨和打雷 导致破百航班取消或延误 没有想到16号再度因为浓雾 使得班机无法降落 另外也有气象专家在脸书发文提醒 梅雨封面提早北台到日本附近报道 这一波影响时间点落在17 18号前后 包含日本九州四国等地都是降雨的热门区域 若安排前往日本工作或旅游的民众 得留意致災性豪大雨或是剧烈天气 借综合报道